不过这回选举结果很多人分析 是不是跟台中捷运蓝线的综合规划有点关联 因为毕竟蓝绿在台中出现了明显的翻转 而新科的国民党立委罗廷伟晚间在脸书报喜 原本只是30号早上就这几个人要合开记者会 但是就在今天急转直下 中央这边已经宣布核定通过的消息 而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政治考量 行政院表示绝无此事 飞越台中蓝线下一站美好生活 台中人等了好久的捷运蓝线 行政院29号核定通过 总经费1615.14亿元 中央负担675.59亿元 预计核定后十年完工通车 国民党新科立委罗廷伟第一时间在脸书报喜 还提到才刚发出了采访通知 30号要合体廖伟翔黄建豪还有林嘉欣一起开记者会 要中央别再卡中截蓝线 好巧不巧就突然接到核定通过的消息 我们希望中央要支持台中的建设 中央地方一条龙不要再有选举的恩怨 不要再卡台中台中捷运蓝线 核定的预算应该要再加倍 而且预线延伸到大坑 这都是我们台中市民所期待的 除了台中捷运蓝线核定通过 台铁海线双轨化可行性研究也通过 接着进入综合规划阶段 台湾市长卢秀燕也表示 感谢中央正面回应市民需求 市府将积极展开各项作业 让台中第二条捷运早日开工完成通车 记者方评文林宏吉台中报道